走 哎 妈 你干吗去啊 看你紧张的 妈只是生病 还没到生殿了 哎 妈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一定会健康长寿的 什么呀 这人吧 早晚都要死的 妈 你别瞎说了好不好 来 坐 好 妈不瞎说了 是啊 妈 你以后啊 肯定比我活了多久 都长呢 又说傻话了 你想让妈妈骂你啊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妈 妈 你没事儿在房间躺着就行 有什么事儿向我来做 哎呀 我天天躺着 躺得我都腰酸背痛的 头也昏了 所以呢 我想出来走走 弄点水喝 妈 您喝茶 我去倒了 妈 喝茶 嗯 哎呀 崇敏啊 怎么了 要是这杯茶 是我媳妇倒给我的 那就好 妈 你看妈现在吧 身体大不如前了 身边呢又没个伴儿 难道你就不想早点 给妈娶个媳妇回来陪一陪我呀 哎 妈 你怎么又说这个事了呀 对了 妈 那个今天那个王 呃 他老婆 一直叫你去他家住 我看 他们倒挺有诚意的 聪明啊 你可以不叫他爸爸 但对何利姐 你好歹应该叫一声阿姨呀 我叫不出来 妈 既然他们叫你去王家住 我看呢 你就去住 我住到他们家去呀 什么 可利姐和你爸爸对我好 这我知道 但是 自从少康和陈宇离婚以后 这王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 都靠敏君一个人在打理 她已经够忙的了 如果我再去 只能增添她的麻烦 其实 妈这辈子 能指望的只有你 如果你真的孝顺妈妈的话 赶紧娶个媳妇回来 陪陪我 妈 好好好 不说了 只是哪天你一回来 你再也见不到妈了 妈 妈 妈我去开门啊 哎 崇明 来来来来 走开 来来来 敏君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哎 我让她去找你 她怎么什么都没跟你说啊 啊 阿姨 原来是 原来是您找敏君来说这个 哎 那你跟阿姨说实话 你对我们家崇明 印象怎么样啊 啊 阿姨 我觉得 崇明挺好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你有人了 啊 不是 我觉得 感情是双方面的 我也不知道 崇明对我是 崇明对你印象不错的 是吗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我觉得 我们可以交往试试 哎呀 那太好了 宝莲啊 阿姨第一次见到你 就很喜欢你的 哎 我刚刚啊 还跟我们家儿子说呢 叫她赶紧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 哈哈哈哈 要不然啊 她叫我住到她爸爸家里去 她爸爸 我 啊 对不起阿姨 我一直以为 崇明没有爸爸 嗯 既然你们要交往 我就不瞒你了 嗯 崇明的爸爸呢 就是 王氏集团的董事长 王喜欢我们儿子的 嗯 哎呀 说起来真是 原来崇明是王家企业的私生子 那 那这以后 不就家财万贯了吗 妈妈 我回来了 哎 崇明回来了 包给我吧 哦 哎呦 我自己呢 崇明啊 男人在外面忙事业回来 女人接回她的公文包 这是多好的事啊 这才是好媳妇嘛 哈哈 妈 今天感觉怎么样 心体好些了吗 哦 妈今天精神好得不得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 哈哈 宝莲一直陪我到现在 还尝着给我做饭 她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饭呢 我也好久没下厨了 也不知道 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哎 剥口味不要紧的 慢慢来就好了 哈哈哈 麻烦你了 过来 那既然这样 我现在去做吧 啊 哈哈 哈哈 妈你这么做我不同意啊 什么事儿心不同意啊 你说逼我上梁山吗 啊 我让你娶个媳妇 这跟逼上梁山什么关系啊 怎么 我叫你结婚 就要逼死你吗 这我现在是感觉像死呀 阿姨 少华 这么晚还在工作呀 是啊 累了吧 给你按按啊 哎 哎 等会儿等会儿 先别按了 怎么了 来 来 干嘛啊 坐好了 闭上眼睛 干嘛 不能睁眼啊 神奇了 好了没有 正眼 是 稍等 喂 阿姨真这么说呀 初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就真是你的不对了啊 不是和少华我 好了 崇敏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宝莲 其实 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就问题现在 少华刚刚升为董事长 我的心是 就想着帮着少华 把那个公司这个业绩搞上去 别的东西我都没怎么想过 我 你这是推辞 公司的业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也没让你加班加点 是不是 事业上再成功的男人 他也应该有一个闲内助 这件事啊你就放心吧 明天我就去找宝莲 别再犹豫了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我和崇明分手了 你们俩分手了 其实也不是分手 我们俩压根就没 崇明是我长那么大 唯一让我动心的男人 我觉得他可帅了 行了我知道了 我也听明白了 宝莲 我跟你说 崇明真的不是故意 伤害你让你难受的 他不是有心 他怎么不是有心啊 他都当着他 你听我说 崇明这个人啊 特别的耿直 他说话的时候呢 不会拐弯抹角 他也是因为啊 他妈妈太喜欢你了 一直催他 一直催着他 所以啊 他不想自己的私生活 被别人干扰 所以啊 他是倔劲上来了 我跟崇明认识时间短 我也不太了解他 但是 我觉得 他还爱着他以前的女朋友 他心里老想着他 他还跟你提过 他当然不会跟我提了 但是女人的直觉 是最敏感的 他一提起他以前的女朋友啊 两眼都发光的 哎 哎 敏君 他以前的女朋友 是不是特别漂亮啊 是不是特贤惠啊 哎 哎 宝莲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 以前 以前就是过去 谁没有过去啊 既然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别想那么多了 哎 这个崇明啊 他真的不是有心伤害你的 哎呀 算了你别管了 回头啊 我跟他说说 你要去说什么 你可千万别 再怎么说 我也是挺优秀的呀 又不是没人要了 哎呀 这以后的事情 顺其自然吧 敏君 咱俩的友情 才是一辈子的 那是自然 就因为你是我的好姐妹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两个 有个结果嘛 哎 问你件事啊 崇明 是不是你公公的儿子啊 你怎么知道他 他妈跟我说的 哦 是的 他是我公公的儿子 哎呀 我公公一直说 崇明优秀 公司在他的管理之下呀 蒸蒸日上 我告诉你 在我公公的心目中啊 他的地位 绝对不输给我老公 真的 沙康 过来 爸 我问你 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回来住啊 昨天 我这晚上玩得太晚了 就没回来 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的事情一大堆啊 你不去处理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是不是啊 现在公司的事情轮不到我来处理 我不玩 弄得全家发生误会 还有 黄崇明没来之前 绍康跟少华两兄弟 不是也把公司经营得好好的吗 后来黄崇明来了 你说你要把工厂让给他管 我也没反对过啊 你就让他一个人去管 或者是管个什么别的 干嘛非要把他们兄弟搅在一起 我这么做有我自己的道理 我就没看出有什么道理 我只看出来啊 你快把绍康给逼疯了 我有逼他吗 他有疯吗 你干嘛把自己的儿子说成这样啊 我怎么了 还有 有件事我都没告诉你 我 我想着我就生气 那个黄崇明 他有把我当成一个长辈吗 看到我从来没叫过医生 要不是匆匆忙忙点个头就走 要不就问医生 一点礼貌都没有 等等等等 我现在跟少康在谈公事的啊 你不要把私事都扯进来好不好啊 我不管你什么正事私事 反正你要不要拿黄崇明压少干 我就是不答应 少康 你说你想怎么办吧 我只想告诉你 我们王家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的功劳比黄崇明压大得多 要不是我冒着危险 从岳父那边拿回客户的词料和机密文件 我们王家就没有今天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为什么你那么偏心把什么都要分给黄崇明呢 好啊 翅膀硬了啊 听你这意思是想分家呀 分就分 我议了你 光阳 光阳 哎呀少看了 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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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喂 是你 去你家 少华接了一个客户电话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什么 去你家吃饭 这 我妈他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奇怪 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 叫我回家吃饭 连上华也叫我去 哎呀 这个崇敏啊 性格也太倔强了 这样下去肯定要追回莫及的 不行 怎么又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适时 王耀 你这是何苦呢 少康也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要分家是什么 就他伟大 他辛苦 王家没有他 哪有今天呢 是不是 好啊 我让少康 崇明他们都回来 要分家 大家坐起来一起谈 哎呀 光耀 你干嘛这么说呢 都是一家人了 分什么分的 妈 爸 你们说分什么 少康呢 我 少康又跟那个女人出去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 刚才我打电话到公司 崇明说他跟客户谈生意去了 他又没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嗯 爸 他没告诉我 那我现在到哪儿去找他呀 爸 这种事 少康他一不会赞成 让他也不会计较的 那当然 在这个家里 只有少康会计较 我又怎么计较了 为什么每次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呢 要不是你们谈黄崇明的话 崇明 崇明怎么了 玉梅 你怎么来了 光要打电话来叫我来一趟 说是有事要谈 是不是崇明又惹麻烦了 何丽姐对不起啊 是我教子无方 这两天我也被他气死了 好了 好了 既然来了 你就坐下吧 阿姨 少康 你玉梅阿姨叫你呢 你耳朵聋了 我点过头了 点头 你没嘴呀 我怎么没嘴了 就算没嘴 也是跟黄崇明学的 从过去到现在 他有喊过你一声爸吗 邹市长 今天家里的气氛 好像不这么好吗 气氛不好也是因为你引起的 什么 你对咱们有礼貌吗 如果你想让我王嘉诚 你是我爸老子的话 请你在我面前 韩申爸 韩申妈 那少康 怎么了 你 听不懂吗 好了你们两个 爸 妈 该开饭了 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吧 玉梅啊 这个菜啊 你一定要多吃点 人家告诉我说啊 这个菜酱血糖的 谢谢啊 别客气 都是一家人 随便吃吧 啊 这少华到底是跟哪个客户谈事啊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 爸 还是谈工事要紧 你们先吃吧 不用等他 是啊 不等了 明君啊 你也坐下来吃啊 好的 妈 还有一个菜 你们先用 好 崇敏啊 你多吃点啊 多用菜 多用菜 玉梅 玉梅 多吃点啊 我吃点 我不吃了 你吃什么性子 饱了 你就是故意的 我不吃还不行吗 你们家什么时候变这么独裁了 光阳 这 这难得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 你干吗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僵呢 你们来 妈吃 给我药 你去 少看了 你再这样慢要生气了啊 难得你玉梅阿姨跟崇敏来家里吃饭 你这什么态度 如果是我爸赵的气氛搞坏了 对不起 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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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梅 玉梅 别叫他 这么不好意思 这孩子都是被我宠坏的 我们自己吃吧 我们吃 都吃点 吃吧 爸 妈说得没错 您何必跟少康又生气呢 你看看少康那个态度 可能是我做的菜不合他胃口 你相信我 这跟你没关系 他就是在故意刁难你知道吗 他就是看着崇敏和玉梅不顺眼 他也不舒服他大可以离开这个家 离开公司也可以 爸 我明白了 我马上搬出去 混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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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 您消消火 消消火 大嫂 放给我爸 让他打 如果他今天不打的话 有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少康 我今天出了这个门 就不会再回来 少康 你滚 你给我滚 我死了你都不要再回来 爸爸 爸 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吗 我说话重 难道你说话不过分吗 我把你从小养到大 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 我把你从小养到大 我把你从小养到大 你怎么回事 光耀 少康 你们能冷静地 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 如果是少康和重明闹不愉快 那重明可以离开王室企业 自己到外面去打拼 所以你们不要再吵了 我们离开救世了 不行 这个家我还是一家之主 就连邵华对我也要言听计从 今天这个臭小子敢跟我顶嘴 你见见我这父亲吗 光阳 今天玉梅和崇明都在 我就说句公道 原本 我认为邵华和邵汤两兄弟 把公司经营得好 我看你现在就把那个工厂 或者是什么的 让崇明一个人去管理 这样不是事情都解决了 干什么吵成这样 崇明 你也说句话呀 叫我进工厂什么的 都必要紧 至于少康分家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跟你无关了 就算我们分家也是王家的神 你别忘了 你是个外人 你不想要是个外人 你不想要是个外人 你不想要是个外人